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1月17号星期三 刚刚讲到中国房价 西方媒体 包括这种海外媒体 一来就跟你说中国房价崩溃了 中国房价的大规模的下滑 由于中国房价大规模的下滑 导致中国经济起不来 我们来看看彭博盛的消息 中国房价在上个月 2023年的12月 就上个月 创下了9年来最大的月度的跌幅 这不要提出来够狠 够吸引人 我们来看看 是1月17号彭博盛报道的 说中国房价穿上9年来最大跌幅 是上个月12月 2023年12月 70个城市 不包括保障性住房在内的新建住宅 就是新房子 新建的住宅 价格缴11月 就是12月比10月 比2023年11月下跌了 巨大的下跌 9年来最大跌幅 下跌了0.45% 然后跌幅缴去年 2023年的10月的0.37% 进一步的扩大 跌的跌不住了 吓死人了 跌了0.45% 创了2015年2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就是说上一次有这么高跌幅 还是2015年2月了 然后这是新房 再看二手房 二手房市场 2023年12月也是上个月 二手房价格下滑了 0.79% 跌幅以10月相同 这次没有扩大 差不多 整体上都没个意思 说实话 中国的房地产 我认为 就是离着崩溃 还很有一段距离 这个灯还是有点发黄 是不是 没有这个这么白 是不是 不是一样白 一样白 好 那我可能我看错 接着说 说到哪 就是中国房地产 就是说你看 是有点往下跌 跌了百分零点几 那很夸张 我觉得其实不是 就刚包括我们前小天 说的香港房价一样 香港房价跌了三分之一了 你猜跌多少 香港房价跌了三分之一 但是有用吗 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你知道吗 香港房价 我们认识一个小伙伴 问了问 他们在香港买了房子 以前没当回事 现在知道 香港买了房子 130几平米 3000万港币 那合多少 合 5735 67 67 不对 3000万 对吧 3000万的话 5735 67 4728 等于400多万美元 对不对 400多万美元 买了130平米 你想想 这都是什么概念 当然现在一跌 也是差不多跌了个 三分之一不到 跌了个七八百万 可能现在还值个 2200左右 2200 2300左右 是跌了一些 那的确是跌了 但是对老百姓 来说 有关系吗 老百姓买吗 130平米 2000多万港币 买吗 对不对 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但是不可能的 所以香港房价 说是跌了个三分之一 但是离着老百姓 能买得起 还很遥远 中国房价 跌了0245% 对你买房子 有帮助吗 没有什么帮助 我们想想 有小伙伴在哪 在青岛 是不是 看了个房子 也是个130多平米 是不是 130多平米 然后那边要价了 要483万 是吧 然后那边还了个450万 还在商量 还不知道怎么样 450万 130平米 你出入这是多少 这将近 3万多一平米 对不对 3万多一平米 如果3万一平 130 3万一平米 等于是390万 对不对 他最后还了450 实际上是超过3万 3万多一平米 是不是 就 就这个 他跌了0245% 我觉得这应该跌45%才行 而且说是实在的 就这房价 跌了45% 你买吧 你买得起吗 也够呛 对不对 就跌个百分 他现在 450万 跌45% 就算跌200万 还上250万 买得起吗 还是买得起 买得起 说这意思 说这意思 所以 我就是说 也没有必要 闹得那么凶 对不对 闹了半天 就跟那美国房价一样 对不对 前年 是前年的 都不是去年 前年7月份 对不对 我先是 因为我那小伙伴 他要买房子 帮他去看 对不对 我跟你说 赶紧买 千万别犹豫 因为他是钢区 他在那 他2300块钱 一个月租房子 对不对 我说你赶紧买 别理他们 到时候说 后面要升息了 要升息 房价要跌 我说别理 赶紧买 买了之后 然后不看了 也是一个中国人的房子 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先别说 你要一说 这个房子不该卖 应该买 回来他一听之后 他又不卖了 对不对 万一 他也不知道听不听 但万一要听 然后我就偷偷在会员里边 录了一期 对不对 然后没有会员 发 对不对 然后过两天 这个旧小伙伴 会员的小伙伴 来挑战我 说你看 你都不敢发 房子看跌个什么样了 跌的屁了 跌你妹了 跌 对吧 从前年 2022年的7月份到现在 这1月份 哪个房价跌了 你跟我说说 我看看 美国哪 哪个房价跌了 挑战我 当时我都不愿意卷他们 你知道吗 过后这一年半了吧 你现在谁在房价还挑战我 11转升息结束了吧 美联储要降息了吧 那现在这房价 你觉得是该往上涨 还往下跌 我今天看到的数据 12月份 拉斯加斯房价 涨了5.9% 这还没降息了 大哥 还没降息了 你等后面降息 你看看 长成狗 涨到你高攀不起 对不对 他2022年 他7月买了房 住进去了 从那时候开始 不用交房租 每个月收到2300的房租 你算了 这一年 一年多了 光房租挣多少 对不对 那房子最后 还涨了个3% 4% 对不对 房价又涨了 房子又多挣钱 然后房租 省了几万美元的房租 他的房子一共就 四十几万 不到五十万美元买的 你想吧 他现在省都省出了 四万多美元 那房租来了 那房子等于 干干的那房租 就挣了10% 再加上现在涨的 你算挣多少钱 对不对 还跟我挑战 挑战个屁挑战 对不对 中国房价也是 天天不是说 中国房价崩溃 崩溃也个屁了 跌了4.5% 就简直就是说 油市价税价跌幅了 对不对 迷着还崩溃呢 跌45% 你再跟我谈崩溃 好不好 45%都不能算 就中国目前房价 我觉得跌45% 都不能算崩溃 所以呢 咱们 没意思 真的 没什么意思 当然了 他们喜欢去唱衰 那就去唱衰好了 这种钱我不挣 好不好 但是你也别说不挣 这标题也够信任的吧 是不是 这2288的 恨国党估计 看着这标题 直接就高潮了 是不是 都不用点进来看 就高潮了 是不是 裤子还没脱 都高潮了 好吧 那这期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